9月是家电行业传统销售旺季的开始 机酒银时的传说在电商兴起 之后似乎已经渐行渐远 不过最近各大卖场各品牌的电视机的价格越来越低 价格占这一次拉开帷幕 那么电视机行业的销售情况到底如何 陈坤是一名电视行业的销售人员 工作五年的他告诉我们 今年的促销力度是他工作生涯率最大的 海线电视销售人员陈坤 我们总体的一个就是说电视机 第一个平均单价可能在走低像32寸 今年最低给做了699 然后像50寸的话 4K的才1799 65寸才2999 我们现在的就是优惠力度 包括我们活动平时是越来越频繁之一 不仅仅是海信一家 很多销售人员都告诉我们 今年上半年以来 近期来促销大战成为了卖场里的主旋律 创卫电视销售人员洪震派 促销活动多 今年的话 活动还是比较多 创卫电视还是比较会投入一些资源 在搞活动的时候 力度还是相当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平时可能做不到价格 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体现出来 苏宁一购深圳大区副总经理贩华为 活动比较频繁 所以这个价格大家也比较激烈 你想现在的4K电视的话 55寸 去年同阶段的话 现在在3599左右 现在基本上都到了2999 降幅大约在600块钱左右 如此大力度的进行促销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希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价格啊 是消费者选择电视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消费者 新品出来出得多 价格就上去了 消费者 就是功能好的话 便宜得更好 力度比较大 比心目中的价格比较低一点 今年上半年 彩电平均单价下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二维云网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线上彩电市场均价为2545元 同比下降10.2% 市场研究机构 捷幅凯检测显示 在线市场均价同比跌幅 更是达到了41.6% 京东家电黑电 业务部总经与杨子盛 尤其已在中央市场32寸为主 价格的话 年初的1100到了年中的时候 已经到了差不多800块钱左右 甚至由于有一些极端价格 在7700多块钱 到了我们在65之后15分 这些主流价格都要折断 只要价格也已经到了差不多吧 结束 快20% 从这块来看的话 整个上半年的话 我们的一单价综合来讲 是超过了10%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各品牌都开始压低价格 电视机价格再次呈现出多年以来的低点 很多主要尺寸均价已低于2016年水平 价格战再次拉开许目 终于康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理彭贤东 当下主流的尺寸是55寸的液晶 55寸的液晶电视 在17年到18年价格的降幅到了17% 从均价从4800价 到了4000块钱以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电视机 行业价格战从这个行业 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存在 而且我们的品牌希望通过价格 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面板价格下跌利润 处于冰联电视机行业 为什么会打响价格战呢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 向很多业内人士寻求解答 他们给出的答案 就是面板价格一路走低 奥文云网数据显示 今年6月 65英寸、55英寸、50英寸、49英寸、43英寸、40英寸 超高清面板的价格 同比分别下降 41%、27%、42%、39%、45%、49%、32英寸高清面板价格 同比下降38% 整体降幅来看 都在两位数以上 对面板和整机行业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深圳市华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CFO狐狸华 到17年下半年后 以及18年上半年 就出现了一些阶段性 的有一些工需关系的一个失调 京东方高级副总裁张宇 本来大家对世界杯 大家期望比较高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 所以大家为了消化库存 整个今年的一二季度价格有了一些下滑 二维云网分析数据显示 供需失衡在第二季度尤为明显 全球TV面板供需比在二季度达到9.7% 远高于5%平衡点 第二季度面板价格呈现断崖式下降 个主要尺寸价格 分分来到史上最低点 当面板价格出底之时 电视机整机的价格就有了压缩空间 电视机厂家以此为契机 开始打 规模的降下 深圳创来RDB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国 现在包括这种互联网品牌 还有核磁品牌都在抢夺这个市场 包括徐道他们也在采用一些比较激进的这种价格手段 来去推动消费力的增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实际上整个电视处于一个高度竞争的状态 那么价格越来越低 今年上半年的价格战对电视机行业而言 并不是新现实 可以说 中国的电视机企业 一直都升线价格战的泥沼 走在上世纪90年代 现三冠时代的中国电视机行业 就出现过价格战 在业经电视时代 这个行业更是经历过多次价格战的洗礼 可以说 电视机行业是家电行业里 打价格战最多 时间最久的一个领域 那么为什么电视机行业 频频爆出价格战呢 TCL电子产品中心 中间新星业务中心总经理张绍勇 出了价格战的他在产品上没有创新 在营销手段上没有创新 他只能依靠价格战 无论面板涨跌中端利润难保 根据各家电视机企业 披露的2018年半年报 各大厂商净利率情况不容乐观 海线电器到2018年上半年 各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47亿元 营业总收入140.12亿元 净利率为2.48% 四川长红2018年上半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69亿元 营业总收入384.02亿元 净利率为0.44% PCL集团20 18年上半年 各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率为15.86亿元 营业总收入为525.82亿元 净利率为3.01% 中医康消费电子事业副总经理彭贤东 我们看到说我们采电行业的这些企业 过去的净利率基本上在4%左右 但是17年 包括今年2018年上半年 我们看到大家的净利率基本上在2% 甚至有的企业还不到2% 价格处于历史高位 很多电视机企业表示 由于面板价格高涨 侵蚀了企业利润 创为数码董事局主席赖伟德 那么主要是 这个关键的原器件 比如说这个各种芯片和面板 还有一些配套的材料运输费用都大幅上升 包括这个人工的这种刚性的成本的增加 电视机的毛利空间进一步压缩 康家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长东 以我们为例 毛利率下降了一倍 比如说20个点现在只有10个点 可以说卖一台就亏一台 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 在面板价格大幅走低的情况下 电视机企业仍然不能获得了较好收益呢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关山 上市工 此他希望扩大规模 保持市占率 那他有可能通过价格战的手段来达成这一目的 所以反而对利润进行了侵蚀 深圳创为RDB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智国 在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 就已经进入降价的阶段 面板在下降的时候 其实毛利不升反降 按照道理应该是毛利上涨的 但是因为整个行业激烈竞争 面板一旦在下降 整个行业便是产品的降价的速度超过面板降价的速度 所以那个时候盈利状况 大家并不是很好查 红多媒体产业公司总经理腾光盛 其实我们调整中端价格的时候 更多的会是想与当时的市场竞争 而不是面板价格到面板价格下跌时 电视机企业有空间可以打价格战 但是 与今年上半年面板价格跌跌不休的状况不同 从7月开始 面板价格注定反弹 深圳市华琴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CFO湖立华 我们看到了的确实在7月份的价格 大约同比环比上涨了6%这样的水平 8月份情况也是比较积极的 9月份我们看到可能价格还会进一步上升 未来 电视机企业是否还将价格占进行到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整整半年的价格占 各家企业不仅没有赚到什么钱 整个行业也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 根据中一康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中国海电市场规模2266万台 同比增长0.7% 可是由于价格战的原因 零售额规模仅711亿元 同比下降5.9% 中一康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理彭显东 我们现在看到是说17年到18年有价格的下降 也就是有些企业希望通过价格来破冰 但是实际证明价格而不是良药 价格是毒药 不放电视机企业走高端谋 海外面板价格无论涨跌 电视机企业都无法获得较好的利润 从而很难更好的投入研发 这将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给行业带来不好的影响 那么 该如何摆脱电视机行业 对价格战的依赖呢 李坚是创为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我们来到创为的时候 他正在跟同事们比对 几大品牌电视机的画质效果 其中这台55寸的OLED电视 搭载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画质芯片 说起这个芯片的研发过程 李坚感慨良多 创为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李坚 在两年前 我们开始在做专业画质的一个芯片 芯片现在只有索尼和三星 他自己有他的独立画质芯片 其他的厂家就是说无法采购 现在成为其实是一个垄断行业了 多年以来 中国的电视机行业 处于缺心少评的困境之中 随着华星光电 京东方等企业的吹起 品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 但是芯片 尤其是高端芯片 仍然被外国企业所垄断 很多时候想要购买 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为了做出更好的产品 在行业中更有竞争力 创为决定自主研发 创为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李坚 我们其实有80多位工程师在专职在做芯片的开发和算法的一个开发 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芯片 它芯片的开发费用是5000万 历时两年多 创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高端画质芯片 画质输出效果 不输给外资品牌的高端电视 除了创为 很多企业都相信只有加大研发投入 走高端路线 才能摆脱价格战对行业的束缚 像宏多媒体产业公司总经理腾光盛 我在想价格战最根本解决之道 就是我们在产品 在技术上要创新 我们在终端要不断提升我们品牌的溢价 同时我们内部要不断的提升运作的效率 它就会克服这种价格战的影响 除了加大研发投入 力求做出高端产品之外 很多电视机企业也将目光 描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TCL在海外深耕多年 根据TCL提供的数据 2018年上半年TCL电视机整机付货量达到了1300多万台 是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尤其是海外义务 同比增长了44.4% TCL集团高级副总裁TCL电子CEO王成 就拿我们美国市场来做一个例子来说 实际上我们2017年 我们美国市场的TCL品牌的出货量 相比2016年增长了130%多 而今年上半年同期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6% 那么这些数字都表明了 TCL在美国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产品的 竞叠力和品牌的影响力 除了TCL 海线 创牌等多载企业 也纷纷将国际化战略放在公司计划的重要位置 如何才能真正远离价格战 让行业回到有序竞叮中来 中国的电视机企业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终于康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理彭显东 我们企业要告别过去的竞争思维 也就是说我们市场操作不能够总想着市场范额 要建立用户 把用户的价值放在前面这样一个新的战略思维 我们要争取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内容以及更好的服务 TCL集团高级副总裁TCL电子CEO王成 我相信在产品和渠道这两个主要方面能够进行突破 这才是中国的产电厂家 甚至是整个的中国的家电厂家 能够突破困局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来源 央视财经 家电厂家